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庞华癌的我们根据它的分期 当然我们也有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但是这样的话可能老百姓理解起来可能比较困难一些 我们简单的把它分为两大类 那么第一大类就叫非极层轻软的庞华癌 也叫前表性的庞华癌 那么这部分庞华癌它的预护是非常好的 那么它有一个最大的缺陷 就是可能我们在保留膀胱的过程中它会复发 那么复发以后我们再次给它进行治疗 那么如果复发以后进展的这些病人的话 我们可能会采取不保留膀胱的一些治疗方式 这是第一大类 那么第二大类就是基层轻软的庞华癌 就是庞华癌它生长的时候 一方面像庞华腔内生长 那么另外一方面它会像树根一样的话 往身里面去长 那么如果长到肌肉这一层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它叫基层轻软性的庞华癌 那么这部分病人庞华癌的话 我们主要的治疗方法就不是保留膀胱了 那么就是要把膀胱给它全部切掉 那么而且就是把周围的淋巴结也要给它做清扫 那么这部分病人的预护就相当要差一些